另外带您关心的疫情的部分 有一例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个案 曾经在本月的12号到15号 造花莲县的凤林镇来参与宗教活动 并且在22号筛检结果确诊 花莲县政府获报之后 昨天已经将确诊者的足迹进行了全面消毒 疫情暂时没有扩大的迹象 不过已经造成了凤林镇名人心惶惶 参加宗教活动的新北市三重区的个案 是由一贯到向台电承租旧台电宿舍 并将大楼地下室作为道场 而昨天政工所已经进行清销作业 不过还是掀起了宁静小镇多数居民的恐慌 它平常就是有租台北道场的一贯道的 他们就是来这边就是普渡 就是普渡来这边普渡啦 我就是担心 会 会担心 隔壁邻居你看顶先他有来买 也是关门了 凤林镇公所在得知确诊者的足迹后进行清销 防疫作为也与三级比照办理 原本以为当地民众没有参与宗教活动 但主办单位也有印制宣传单给在地居民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引起包括凤林镇的很多的乡亲 老人家非常的担心会不会因此有一个破口 所以那我们政工所这边也是 政工所这边现在除了说我们会加强清销 就是每个礼拜针对市区主要的活动地点 全部进行消毒之外 那礼拜五呢我们也会在开学前再做一次校园的消毒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因为老人家多 所以健康站的活动也目前也全部站全部喊咖 那更希望就是说各位乡亲自己去回忆一下 如果12号到15、16号这几天呢 跟确诊者的足迹如果有重叠的部分 请务必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有任何不适还是要打防疫专线 然后或是到医疗院所进行快筛 凤林地区因为老人家居多 到底参与人数有多少有没有被感染 如果被传染者又传回家里社区 恐怕引发社区感染的隐忧 令凤林证明现在人心惶惶 政工所除了是全面大清销 维护环境安全 也呼吁大家仍要确实落实自主防疫的工作 才能够避免病毒上升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